我們下一個提案是邀請Sam 然後他的專案名稱是小老闆的小聚 然後我們開一下 大家好 我是Sam 那我是新移民 也就是新移民在花蓮的朋友 我昨天其實有分享一些 在論壇有分享一些 但是有一些小故事 很重要的小故事我來不及講 我就看到那個30秒30秒 然後我就慌了 但是我真的想講的是 因為我剛好在Boston住了滿長一段時間 在我念博士 後來博士畢業之後工作 然後也參與剛好在他們最 2008年金融海嘯之後那10年 參與了他們的一些新創的社群 然後看到他們怎麼樣 這樣用政府 民間 還有學校的力量一起去改變 他的經濟環境 那也讓很多Boston的世上 開始能夠留財 因為他們以前的人才 事實上念完說是博士就離開了 不會留在Boston 或者進到大公司了 所以他的創業氛圍 其實不是那麼的盛行 那當我看到他的起點 其實是一小撮人 一小撮有passion 而且在乎的人 我就覺得我搬到花蓮 我就很喜歡花蓮的環境 也很感恩花蓮的醫療團隊 照顧我媽媽 因為我媽媽現在失智 所以我們才搬回台灣 然後去安頓她的失智的照護 那在門洛醫院收封院 她被照顧得很好 我就覺得想說 我想帶來 帶給我的社群一點什麼東西 所以這次會促成這次Hackerson 還有昨天那個論壇發生的原因 起因之因 但是我真正要介紹這兩個活動 我要這個幾個Event 我要介紹 這個CIC Cambridge Innovation Center 它是位於MIT 校門區內的正對面的一個大樓 可是它起點其實是MIT財務長的辦公室 就是MIT一個MBA畢業生 他就說我要來做創業的孵化器 什麼叫孵化器就是 我有一小筆錢 你要創公司對不對 那我來投資你 我看你有錢幾 你將來可以IPO 就是你可以上市 可以賺很多錢 所以我來投資你 但是你要先給我股份 這個技術家 這個科技的人就說好耶 那我沒有錢 可是我有技術 你給我股份 可是很多很多的問題在 這些公司倒掉的比賺錢的多 99%都會fail 所以呢我如果投資它 創業是很辛苦 我們剛好今天有Rush在這個地方 創業是非常辛苦的 它這個整個過程呢 是要經過很多市場驗證 很多的團隊的building 還有很多東西才會發生 才有可能成功 所以大部分是失敗的 好 那結果呢 這個孵化器做到一半呢 這個MIT的畢業生 就跟財務長說 你在辦公室我跟你租下來 我來做孵化器 來幫助我們MIT的 這些很聰明的學生 畢業生來做創業的孵化 沒想到呢 做一做大部分就撐不下 就倒光光 連租金都付不出來 所以它其實前面的10年 它1999年創立 它前面的10年幾乎都是 快倒掉了 它自己都快倒掉了 結果它轉念 它說我不要做孵化器 我不要跟你搞股權了 因為你會倒嘛 我就當二房東就好了 我跟MIT借完了 租完了空間對不對 然後我就租給你 這一個桌子1000塊美金 這個桌子比較小 500 那個有陽光2000 我單純當二房東 但是我要在裡面是充滿 創意的一群人 跟創業精神的一群人 彼此撞擊 那其實沒有股權也很簡單 就退而求其次 所以它就轉 轉念 轉方向 那後來呢 它又做了一件事情 在旁邊是一個NGO 叫Venture Cafe 這次才來自一本書 叫創業咖啡廳 什麼意思呢 它的概念是說 其實很多創業的發想 它需要各種人才 它需要互相學習 它需要失敗經驗的 分享跟傳承 它需要成功的吹噓 你看我做了什麼 然後別人就說 原來他做這個會對 那我要去學著做 所以他們就有一個 Venture Cafe的概念 然後Venture Cafe是一個 每個禮拜四 晚上固定辦的活動 然後讓一些 有經驗的業師 企業的導師 在Venture Cafe 免費提供你 創業諮詢 因為它有很多律師 很多的會計師 很多人就提供他們的建議 Cafe NGO的形式 讓小老闆新老闆 可以彼此學習分享 讓有一點成績的老老闆 老小老闆 可以分享他們創業中的一些故事 那我再一分鐘 好不好意思 那我要講這個Met Challenge的故事呢 其實是很重要的就是 當時金融海嘯發生的時候 這個創辦人 他也是一個MIT的BH 在一個大的財務公司工作 但是他基本上覺得說 不要再談股權 你願意給我拿股權 我根本搞不清楚狀況 你可不可以很無私的 幫助我創業 然後當我成功之後 我就很無私的幫助 我的學弟學妹成功 所以我這個概念的時候 我去找100萬美金 就當獎金發出去 讓你去有一筆 總子基金去成功 所有人都說你瘋了 不可能 他就跑去找了 當時的波士頓市長 然後波士頓當時金融海嘯 非常慘 在裁員 裁救火員 裁護士 市長 拼拼拼出了20萬美金 交給了他說 我們在裁護士 在裁救火員 但是我們需要新創的能量 來付出我們的城市經濟 所以這20萬交給你 請你們好好的珍惜 然後市長又幫他去 找了一個房地產的公司 說你這個反正空者也是空者 分給他們用 讓他們去扶持新創 就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下 他真的給他募到100萬美金 真的讓他成功地 創辦了第一次的 百萬美金的創業競賽 從此一泡而紅 然後成功地去 持續了十幾年 那我想講的是 花員需要一小群人 願意做那第一步 那我覺得從我們現在 很需要的一個 很實際上的困難 就是很多小老闆 新老闆 其實就我們先做最簡單的 讓彼此可以學習分享 讓很多已經有一些 在花蓮摸索 創業的成功經驗 或是說有一點點經驗的 老小老闆 像Rush這樣的人 像後面也做中薑黃的朋友 可以彼此分享跟學習 這就是我會希望在花蓮 可以發生的事情 所以今天這個小松 如果可以有這樣一個活動 我會覺得很棒 謝謝 謝謝Sam 那今天如果對就是 沒關係